最後我們請彥透幫我們講一下 永遠的靈跟渴望 你個別覺得簡單推薦的原因是什麼 永遠的靈最值得看的是 他就像剛剛說的 他對於殺人這件事情 或是對於戰場上的兵器這件事情 他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呈現 讓你既感覺到 在裡面的人物的那一種 心裡面的你要說扭曲也好 你要說掙扎也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又讓你對於他們的處境 是可以感到同情的 你會對於生在那個時代裡面 即使做的是一件殺戮之局 但是你依然覺得裡面的人 是溫暖的這樣的東西 那麼再回過頭來說 渴望的話呢 我反而覺得你的說法很好 你說你就這部電影看完 你覺得他他的核心是很冷的 因為他他其實他的核心是空空的 他所想要描述的那種邪惡 他是沒有理由的 他是沒有一個前因後果 沒有一個動機的 那其實在看渴望的時候 我會不斷想起來的是 日本另外一個漫畫家 叫做普德植樹 他有一個很經典的漫畫 叫做Monster 叫做怪物 那在怪物裡面呢 普德植樹 他同樣是想要去描寫一種 也許真的可以真實存在的一個 純粹的邪惡的人 那這個人他的邪惡也不是他真的 他有能力去做什麼很多壞事 而是他對別人有很強大的影響力 他有一個很強的魅力 可以讓你心甘情願地為他去做壞事 或者心甘情願地為他承受折磨 而你還繼續地崇拜他 那渴望裡面 他甚至這個邪惡的角色 他甚至完全也沒有被呈現說 他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造成他這樣子 你只有藉由這部電影裡面 去看到一個非常悲觀的一個想像 因為在渴望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黑道猖獗 然後白道也淪喪 然後家庭失能 然後學校也失序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也許他反而要講的是一個 當一個社會發展到一個程度 當物質文明已經已經爆炸了 但是人們反而失去了一個目標的時候 在這樣的一個無所事事的 沒有目標可以追尋的社會 你反而可能誕生出那樣的邪惡來 所以看完渴望之後 其實我也會回想到 就是在幾個月前才剛震驚全臺灣的捷運的 那一個無差別殺人事件 我記得那時候 剛新聞爆出來說 你知道這個殺人 熊手他根本 他他並不是來自什麼社會底層 他也沒有什麼真正的 對這個社會的憤怒 他也沒有什麼失序的家庭 也沒有什麼學校的教育 或者是受到學校霸凌 通通都沒有 他就是沒有來由的 就是他就是想要做一件邪惡的事情 當我們看到這樣的新聞的時候 你其實是感到不解的 你其實是我們作為一個中產階級的社會觀眾 你會下意識的想要尋找一個安全感 所以當你看到這樣的人出現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要幫他貼上一個標籤 因為他一定是有一個原因 他才會去做這樣的事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所生存的這個社會就太危險了 但是我覺得看完渴望之後 也讓我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當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直到電影最後 你都對這個邪惡為什麼會出現 感到非常困惑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一個現代社會的 你沒有辦法逃避的一個不安全感 這的確是我覺得是這部電影 或者是當然包括永遠的 林對於暴力這件事情 可以帶來的一些反思 今天非常感謝燕拓 幫我們分享永遠的林跟渴望 謝謝燕拓 謝謝大家